好,同學,那我們來看一下例題3的部分 小華呢,在聚光燈前呢,一隻燈具小華是2公尺 小華具牆壁是3公尺 那一隻小華的身高是150公分 請問椅子的長度有多少? 欸,這個題目要怎麼開一看呢? 這也是要利用到什麼概念 相似三角形的概念,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三角形在哪裡呢? 就是前面這個三角形,對不對? 那這個三角形呢,它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這邊是2公尺,這邊是身高多少呢? 150公分 150公分 那第二個三角形是比較大的,如果是椅子的 底邊是5,長這樣子 那這個邊長應該多少? 2加3是多少? 5,對不對?所以底邊是5公式 那這個以5就是我們要求的s,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兩個三角形的邊長會成正比,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底邊比底邊等於側邊比什麼? 側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列一個公式 不是公式,列一個算式就是 好,我們就2比5等於150比s,對不對? 2比上0,因為單位一樣,就可以把它笑掉,對不對? 2比5等於150比上s 那s可不可以抽出來嗎? 好,s應該等於多少? 好,s就等於,好,這個是 內向相乘的一塊樣長體,對不對? 750除以2等多少? 1 除以2,s等於 750除以2 375,對不對? 所以375公分 好,所以第一個,影子的長度就是375公分 這樣可以嗎? 好,這是利用相似型的概念 好,相似型就是可以這樣子寫 可以嗎?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關於例比4 已知光速是每秒30萬公里,對不對? 好,就是3乘10的5次方公里,對不對? 好,30萬公里 好,那地球半徑是6、3、5、7公里 那光可以繞地球 一秒都可以繞幾圈呢? 七圈 七圈 半 欸,你怎麼知道? 有聽過對不對? 但是怎麼算? 欸,我們來算算看好不好? 首先呢 地球,我們假設以地球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赤道的,因為地球有點多 所以呢,地球的 地球的周長怎麼算? 地球的周長 呃,圓球的周長會不會算? 怎麼算? 怎麼算? 這是R 直徑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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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或半徑怎麼樣? 2拍R,對不對? 所以周長的話就是等於 2拍R R代表半徑,對不對? R是半徑的意思 半徑乘2乘5,就是周長 好,所以呢,我們把它帶進去來看的話 地球半徑大概是6357 乘以2 再乘以I是3.10 對不對? 好,那這個數字有點大對不對? 那你大概算一下會有多少呢? 接近 接近應該是大概是40 40 40萬 那如果你仔細算的話 它應該是3992一樣 那 沒關係,你就概算就好 就是你可以去頭去尾 這是用6400 乘以3就好 乘2乘3 所以大概會得到是 4萬公平 4萬公平 好,4萬公平 那麼呢 現在光速是 3乘10的五四方 是30萬公平 對不對? 所以 1秒鐘走 30萬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算1秒鐘 就是把 40 4 4萬 對不對? 除以30萬 就等於 4 4除以30 因為它1秒鐘可以走 30萬 所以 應該是說 30除以4 30 1秒鐘30萬公平 對不對? 那地球1圈只有4萬公平 所以呢 30除以4 哪多少? 7.5 所以 1秒鐘可以繞地球7圈半 因為地球1圈彈4萬 對不對? 1秒鐘可以走30萬 所以 30是4的 7.5倍 所以 可以繞地球 7.5圈 所以 光速非常快 如果可以用光速旅行的話 你只要去哪裡 瞬間就可以到 OK 好 所以先到這邊